各位贵宾 各位媒体 各位长官 大家早安 有人说过人工智慧 它是时代的一个力量 未来的任何的产业 大概都跟人工智慧会有相关 人工智慧 AI 它点亮了新一代的科技领域 我们利用了巨量的资料的分析 我们展开他们积极的学习 我们深究了一个很难解的一些问题 得到一个最好的决策 AI科技在医疗健康产业当中 已经开始协助我们做临床的决策 还有疾病的诊断 进一步我们能够来做到的预防医学 以及我们后面的精准治疗 这些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医疗人员的工作负担 也可以让我们的出错率降低 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经验医院 一直致力在我们营造友善职场 要让我们高一的员工觉得在高一上班是幸福的 今天在我们高一体系 智能医疗推动办公室的努力之下 跟我们的一些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的努力 我们的护理AI小防守上路了 那这套系统能够让我们的护理人员 在我们书写护理记录的时候能够更简便 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数据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成果 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高一出席的长官 高雄学大学董事会陈建志董事长 陈建宇董事 高雄学大学吴登强副校长 高雄学大学副社中和经营医院王教园院长 赖家严副院长 高雄学大同医院杨渊涵副院长 以及我们等会为大家做这项分享报告的蔡敏如一位秘书 再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 也就是我们的联盟伙伴 台湾微软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业务事务群陈首正总经理 陈慧荣首席营运长 陈慧荣首席医疗产业顾问 资购宏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王芝和执行长 医疗掌务事业部李秋泽副总经理 王运昌特助 林慧美顾问 在座还有我们很多高医的同仁 以及我们体系智能医疗推动办公室的同仁 以及我们的护理部的同仁 都非常欢迎大家 那好像还有我们的来我们医院做参访的国外的一些医疗同仁 也非常欢迎 高医王院长 吴副校长 大同医院杨副院长 台湾微软陈首正总经理 资拓宏与王芝和执行长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高医伙伴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记者会 我们高医医疗体系非常荣幸的宣布 次世代AI医疗战略联盟正式启动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计划 高雄医学大学成立于民国43年 当初即为了需求所在而产生 为了解决南台湾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高医在这近70年来 除了创办护设综合纪念医院之外 也承接了高雄市立小港医院 大同医院及其今医院 接下来即将启用 护设高医钢三医院 高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近年来医院经营面临多元的挑战 尤其是在后疫情的时代 医护人力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而高医体系医院一直比辞着 推动智慧医疗的使命 在高医附设综合纪念医院的带领下 积极参与各项智慧健康照顾研发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持续提升医疗品质 培育智慧医疗专业人才 战胜医疗领域的挑战 高医在南台湾全力守护南台湾民众的健康 这是我们与产业界共同成立 次世代AI医疗战略联盟 联盟以高医体系医院为出发地 期望为高雄地区的智慧医疗带来新的动力 并为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上 开创新的可行性 未来希望能够结合高雄其他医疗体系的力量 一同再为高雄智慧城市输出国际和努力 再次感谢各位贵宾与会的媒体朋友们的利益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董事长 陈俊宁董事 吴副校长 代副院长 杨副院长 还有微软 陈首正 总经理 师托宏颖 王执行长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高业的这些伙伴 还有邦尤博士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to join us 当然还有我们重要的媒体朋友 大家早 我想首先欢迎大家来立营高与世世代AI医疗战略联盟的记者会 我想在一个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 医疗科技的发展一旦不断的推陈出新 特别是人工智慧的进展 我想也逐渐改变了各个产业界包括医疗产业界的面貌 尤其在这个疫情过后 全球各地的医疗体系都面临了相当的挑战 我想大家最近很常就是医疗招务能力的不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让我们知道其实护理是整个医疗招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几乎占了几乎每个医疗院所大概40-5%的人力 所以在这个医疗人力目前在防众的工作下 那有时候这个医疗人力的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这个离死地能够慢慢让它减少下来 那我想高一在创造友善职场这方面是非常努力在实行 那为了帮助我们医疗人员能够减少在临床这个文书工作的这些负担 那也增加这个医疗人的留任率 所以我们高一体系的这个AI智能办公室 利用所谓的深层式AI的这个技术来开发 深层式叙述性的护理记录辅助系统 那运用科技护理记录 让撰写变得更加流畅也更加的轻松 那提升这个效率 那我想可以让护理能够回归他本质去照顾这个病人 那这个才是我们医疗的这个初衷 那整个高一医疗体系近年来治愈这个智慧医疗的推动 那本院在2022年也成为台湾为二的这个医测会智慧医院全机构标章 那这是整个高一体系智慧医院的一个重要的礼藏碑 那我们也积极投入多项人工智慧技术的研发跟临床应用 参与多个智慧医疗联盟平台的这个建构跟运作 包括亚湾5G AIOT的计划 还有T-SHOT智慧医疗联盟 那高一都有参与 那也希望能够提供智慧医疗等级的创新服务 更有效提升医护工作效率跟品质来提升病人的安全 那这是我们以业界谈为软 之后红宇公司 携手合作成立次世代的AI战略联盟 那将来会致力更多在以AI为核心的基础下 提供更智慧更有效力也更人性化的高度的这个敏捷韧性的医疗服务 那高一复色综合纪念医院之力推动跟这个执行友善的这个职场的理念始终如一 那也积极跟战略伙伴合作开发高一世世代医疗平台 那推动数位短期 将医疗照顾流程跟医院管理流程 转为各具有现代化 智能化、韧性化的一个时代 那这个平台将使整合多种医疗数据支援 来辅助医护人员做出更清楚的诊断 还有辅助决策 那提高医疗品质 同时改善病人的就医流程跟效率 那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丽林 让我们一同攜手 正同为台湾智慧医疗产业的发展而努力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蔡米如医务秘书 为我们做这个记者会的简介 各位长官大家早安 那接下来简短的十分钟的时间 那为各位展示我们目前高一在这个深层式AI 在我们护理的灵状招务场域上的一些应用 那其实我们高一一直致力于把这些人工智慧 或者是智慧医疗的相关元素导入临床的实际应用 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招务品质 也提升病人安全 那更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友善的职场 让我们的同仁在这边是一个很顺畅的临床工作 那高一从1957年发展至今 那本院是1720床的医学中心 三度通过GCI国际评件认证 那我们体系还有小岗医院 大同医院 习近医院 还有即将开院的高一钢膳医院 那我们院景其实在教学研究服务方面是并进的 希望能够追求卓越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医院 那我们高一体系在推动这样的智能医疗的部分 那我们从体系智能医疗推动办公室为一个主体 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我们合并有大数据中心来做资料的整备 那做一个基础架构的建设 那在临床上的COL的资料 资讯室会搜索 那做一些临床的应用 我们开发出来的一些AI的元素 AI的模组 其实要落地应用的时候 资讯室也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那这是我们高一体系在智慧医疗 推动了整体的架构和蓝图 那其实除了一般的 我们常讲到的一些科技医疗的一些场域的应用以外 那我们其实也着眼于大数据分析 因为高一这么多年来的数据的累积 其实有很多的保障藏在里面 他等待我们去逐步开发出来 我们从这些大数据整理以后 那我们就发展出了很多人工智慧的一些模组 那这些模组就会落地应用于我们实际应用的产品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很着眼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写论文 会去发表文献这些 或去申请专利这些来当作第一优先目标 我们第一个优先的目标是 实际可以用在我们的临床场域 帮我们的临床的人员 帮我们的病人 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大数据的平台架构下 其实我们整理了非常多的资料库 那包含了很多的生理资讯的汇整 包含了疾病资料库 基因资料库在法规允许下 也有一些资料把它汇整进来 那其实我们注意到现在数位转型的浪潮 其实非常的快速 另外要注意到的是现在随着疫情解封以后 很多的人力短缺医疗的一些资源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医学 那这个里面其实注意到的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数位转型的一些契机 能够来改善我们的职场 让我们的同仁在这边会觉得工作上是非常的幸福的 那基本上希望提升我们的人员的流润率 那通过数月转型呢 其实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的医疗产业云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跟微软其实有一个医疗产业云的一个架构 那主要呢 希望借由整个架构 整个完整的一个数位转型 能够提升民众的就医服务体验 同时借由这些数位的资讯的辅助 提升医护同仁的这个生产力 减少他们的工作负荷 那同时呢 也借由这些资料数据的分析 提供我们整个首长的决策参考 那这里面在次世代的资讯平台的架构里面 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资讯室其实是一个敏捷开发的一个模式 提升我们开发的一个效能 那我们也很重视目前最新的一个 DevSecOps的一个整个概念 那其实它是一个闭环管理的概念 希望能够让整个资讯系统的架构 是一个文件成长的 那现在很多资料会上映 所以我们也打造了一个 Hybrid Cloud 的部分 让这整个开发更加流畅 我们注意到生成式AI的模型 有四个很重要的运用特性 包含内容生成 包含灾药总结 那这里面呢 其实也可以协助程式语言的开发程式生成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语意搜寻的部分 那这里面当然很重要的是它的基础的资料部 因为如果我们未进去的资料 它是一个漫无目的的资料 那它就不会给我们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资料的整理在这个底层的架构也相当重要 那这样子的应用呢 其实可以缩短我们软体开发的周期 那同时呢 它里面有一些domain know-how 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企业的资讯升级 那这些OpenAI的架构在日常工作 其实运用适当的话 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那同时呢 其实资讯人员 他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解析这些复杂的一些危害的 一些威胁的情报 来提升我们的资安能力 那我们应用这样子的一个 深层式AI呢 那就是我们常讲的 CHANGBT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把它放进我们的整个开发语言模型里面 那藉由院内历史的资料 然后再卫进去做一个 资讯系统的一个整理 那开发出的模组 那导入我们的系统里面呢 就可以协助我们护理人员 其实把所有我们需要写进 护理病例的一些 叙述性的护理记录的资料 把它汇整 那让护理人员快速的 产生这个 我们要的一个内容 那护理人员只要检视过 然后再做一个初步的简单的修改 就可以轻易的完成 他的护理记录 来了 三初步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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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如画面上所展示的 那其实他可以快速的提升 我们护理人员写记录的速度 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家务病房 在家务病房重症投身工作 超过接近快20年的资深的护理师 也是非常优秀的护理师 曾美玲护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使用这样子的一个AI模组的一个使用经验 我们邀请 那在座各位长官贵宾还有各位同文大家好 我是内科加护病房护理师美玲 那其实投身就是重症照顾工作 其实已经20年左右这样子 那大家也知道在临床工作 其实非常的忙碌 除了就是花大部分时间在照顾别人之外 就是还有就是记录的撰写 那在护理记录的撰写来说 其实早期从很早之前的手写记录之外 后来进入到医化 就是数位电脑开始能够用key in的记录 那我们就会开始就是在那护理记录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开始早期 我们就会先点选就是变成护理评估 然后确认病人的问题之后 我们会给予就是设定护理计划 那给予目标 然后进行所谓的护理措施 那这些就是点选完之后 我们会带入所谓的就是护理评质的部分 计划的部分 那在护理评质的部分 早期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手动 一个字一个字去key入你的护理计划的内容 措施以及评质的结果 那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搜寻就是 相关的检验报告、检验数据 还有另外去搜寻之后再回来就是key in 那一个完整护理记录的书写 如果在不被外界打扰的状态之下 书写大概要10到15分钟才能完成 一个完整的叙述性护理这样子 那在导入AI之后 其实我们一样会是点选所谓的就是护理计划 然后点选相关的护理措施之后 在底下其实就会有一个深层式护理记录 那直接点选深层式护理记录之后 其实他能够帮我们整合整个就是病人的数据 包括就是检验的数值 检查报告结果以及医生开立的order 他会直接就是带入深层一个就是深层式护理记录 那我们其实后段只要就是去稍微做一下 编修修改之后 其实就能完整的呈现一下 呈现病人的就是护理问题 以及他的处置跟照顾的状况 所以其实大概只要二到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利用深层式护理AI之下 其实大概两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护理记录的完整书写这样子 所以在这是护理问题的部分 那在深层式叙述性护理部分 其实在白板小孩的大业 其实只要点选深层式护理记录 其实它就会 AI会自动帮你搜寻所有病人的相关医疗处置措施 以及相关的结果 那就会呈现在上面 那我们只需要做后端稍微的编修 就能够完整的呈现一个护理的记录 那它包含了就是医嘱、评估、措施 以及完整的解验包跟BetalSite 都会直接纳入在里面 除了帮我们节省时间之外 其实也减少了有时候会不小心的遗漏 其实也都能 AI都能够直接帮你抓住这样 也能提供护理记录的完整性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照护病人的层面来照护病人 这样子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你们的分享 那所以其实高一一直在致力于提升友善的一个职场 那所以藉由这样子的护理AI小帮手的上路 那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友善的护理的一个职场 那所以藉由这样子次世代AI医疗战略联盟的一个成立 那其实这样的启动其实可以再加速推广 那加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AI的一些应用在临床场域 提升我们的照护品质以及病人安全 还有工作的环境的友善性 谢谢我们的蔡依蜜 谢谢我们的护理师 我们今天美龄护理师她昨天很紧张 她说她都睡不着觉 可是她今天讲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战略伙伴合作启动仪式 我们先请我们的陈建志董事长上台为我们做见证 接下来我们邀请王兆元院长 陈首正总经理 王芝和执行长上台 我们先请我们四位长官先面向前面 我们先拍个合战 我们先看到中间这边哦 我们先往中间看举手的我们那位同仁 三二一 再打 三二一 首长们再往我们的左手边看 左边 那我们再请我们的首长们往右边看 右边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高一 微软还有姿透红语 将我们的logo贴在我们的背板上面 我们欢迎示售大家 教授一百多六年来的合作 参数的喜庞 非常谢谢 那我们再请我们的首长往中称赞 我们再做一个合影 好我们一样先看到中间 比个赞 再看到我们的右手边 要躲一下这样子 才比较不会睡着 我们看到中间这边哦 好请大家也是先看中间 来 三二一 中间 中间 中间再举一下手 中间 来 三二一 再一张 来 三二一 请大家再往我们的左手边看 一样我们先看到中间我这边 来 三二一 来 我们后面同仁举个赞 或举个亦吧 都可以吧 对 再一张 三三 三二一 好 那我们看